好了,今天我們補習的第三課 一開始看回我們兩課之前的一個功課 一個Proof Reading的功課 這個其實是來自什麼時候的呢? 數一數一下都很久,很久的歷史了 其實是2009年的時候的A-Level的Path Paper 哇,都十一年前了 其實很多同學都有問這個問題 究竟我們要不要做會考或者A-Level的Path Paper 我想做一點不做一點 譬如Proof Reading 我覺得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改善自己Grammar的一個能力 的一個練習 所以其實接下來兩期 就是我們完成了這個之後 還有第二期 其實我都會放些Proof Reading的練習給大家做一下 其實你學了一些Grammar 你怎樣去真的可以運用到 知道自己是明白了 其實那個Grammar是怎樣用的呢? 第一件事呢 你懂得寫就當然最好 這個是我們最想 achieve到的東西 但是有些Grammar 可能我聽過 學了 但是又不太常用的 在Proof Reading裡面 其實我們就很好可以去訓練自己了 究竟不同的Grammar的問題 其實我們可以怎樣去改善 我們可以怎樣去改善它呢? 另外呢 除了這個呢 其實如果是 閱讀理解啊 或者是聆聽啊 那些呢 我就覺得不是很關事的 OK 譬如如果你有看過 中六中七的 Reading Comprehension 那其實他們全部都是Multiple Choice來的 OK 全部都是MC來的 所以呢 又未必會練得到 我們現在想要的東西的 OK 因為我們有長答題 又有True Force Not Given 都多了很多不同的玩法 聆聽部分也是的 除非你是做近年 就是最後那三幾屆的會考 OK 即是2009年 去到2012年 OK 的會考的卷 因為他們 最後那幾年 其實是改了掣的 那麼就 涵接回DSE OK 所以呢 那個聆聽就會相似 如果不是呢 你都會發現 也有很多MC題 以及以前的Listening 比較淺 就是每題一個對話 那麼一個對話可能是 一分鐘或者三十秒 但是現在呢 整個對話是七分鐘八分鐘 這樣一次過播完 那麼你們做十幾分的事情 所以呢 所以呢 聆聽啊 語道理解那些都不是太有關係 所以呢 可以做的可能是這個 以及就是作文題目 不過作文題目呢 其實這麼遠古的作文題目呢 有些不太切合現在的情況 所以呢 都是做回DSE的Path Paper 除了這個 這一份卷呢 在A-Level 叫做Section C 那麼呢 那麼 頭兩部分是Reading來的 然後呢 就有一個叫Usage的部分 那就是現在 DSE cut了的部分 就是 考同學仔的Grammar OK 那麼除了這一部分 很變態的這一部分之外呢 還有一些就是 Matching 有填充 各樣各樣東西都有的 OK 好了 我們很快看看這個Proof Reading 看看你適合到多少 OK 其實他不是考一些很深的字的 OK 往往呢 是考大家同學仔 他 我覺得每一年這一部分都出得很好 就是呢 其實他真的抓到同學仔經常犯的錯 那就 然後就展示給你看 看看你有沒有看到自己的錯 OK 第一個 45題 Dating from OK 那 因為呢 這裏說的是17世紀到18世紀初 OK 三個清朝的花津 是嗎 三個清朝的花津 OK 那 似乎呢 就不是現的 OK 似乎不是現的 因為他呢 沒有說到一個很實在 是 是 建幾多世紀 或者是建哪一年的一個清朝的花津 即是實際幾年出土呢 不知道 OK 總之是一個range OK 應該是由呢 17世紀末 到18世紀 那麼呢 一直呢 就是在這個 不在中國 這三個清朝的花津在哪 不是大英博物館 不是大英博物館 是在劍橋的一個叫Fitz William的博物館 真的有這個博物館 我自己都有去過 OK 不過沒有留意有沒有花津 OK 那麼呢 最少呢 在那裡站了40年 好了 應該是一個圓程式 因為這裡很清楚見到那個for字 對不對 OK 很清楚見到那個for字 所以呢 所以呢 他的PP form Stand Stood Stood 是吧 OK 那這個呢 應該是 考不到你了 好了 另外 我們經常都會miss了一些preposition 一些介設 OK 最少 擺在那個博物館 都擺了40年 那 誰不知就怎麼辦 下一段說什麼 Museum visitor who he saw OK 我們呢 who之後呢 基本上是不需要再說那個人的了 是吧 因為who呢 就是代表這個visitor 是吧 who就已經是代表這個visitor 是吧 不需要再有he在這裡 OK who saw the accident OK 就說了 那個男人呢 fall in slow motion OK 今天我們會講a and the OK 那麼呢 究竟用不需要the在這裡呢 如果說是一個動作 OK 或者是正在做一些的 他好像慢動作 慢鏡這樣 摸摸 OK 需要不需要the的呢 其實呢 你沒有指明到 他是 他是某一個特定的慢動作 還是怎樣呢 是吧 你一有the的意思 我的 我的想法呢 就是 我是知道你是怎樣跌的 但是 根據這個人這樣說話 我知道他怎樣跌的呢 我不太知道的 我只知道他慢動作這樣跌 但是 實際是怎樣呢 我不知道的 所以不應該有the在這裡 好了 跟著 坐在那裡 這個也是 其實很多同學呢 會寫的一個說法 sitting in there sitting in there OK 很慣常呢 放了一個in字在那裡 或者不一定是in的 是sitting at那裡 是吧 OK 其實呢 你說他站在那裡 OK 又或者是 總之你用there 或者here OK 譬如你叫人過來 come here 你也不會說come in here 要不就come in 是吧 要不就come in 如果他在一間房間外面 是吧 那他敲門 你就叫他come in OK 如果你看到他這裡 你叫他過來 那就come here 是吧 那there的道理一樣 是吧 為什麼會出現了sitting in there 是吧 所以都是坐在那裡 就已經OK了 好了 跟著 這個 應該考不到大家的了 OK 今天我們都會講這一點 今天主題就是名詞 所以有a and the 所以有不同的量詞 我們會講到 OK staff呢 和羊咩是一樣的 OK 羊咩 這個字有沒有s的 一隻羊和十隻羊有沒有分別的 沒有分別的 所以一個職員和十個職員有沒有分別的 對 原來英文將職員比喻了做羊群 OK 你在那個機構裡面整堆人都沒有一樣的 OK 為什麼羊數 不是說數不到 就是已經是一個眾數 就是他們一定是一群體出現 而且就是多到 總之那一堆白色的東西 你都數不到有多少隻 是吧 所以就不用加s OK staff其實的道理是一樣的 就是 總之你去到那個機構 整班員工都坐在那裡 是吧 都不知道幾個了 OK 好了 接著 52題有兩個改法 就是我們上一次說的 究竟 start 是要跟gerund 還是infinitive 那start 這個字 就應該是 兩個都可以 是吧 但是你就不可以to shouting 所以你看到有個or 在那裡 就是你要不就插了to 要不就把shouting 改成shout 好 OK 這個我們在時式那一課 我們都有解過的 OK 就是無緣無故加個being 在那裡 其實那個意思是說 什麼 是說什麼 是他無緣無故是這樣的 OK 他平時不是這樣的 只不過他今次是這樣 這個我們考證不了的 通常我們說的是 那個人突然之間很funny OK he is being funny 或者he is being selfish OK 講性格我們才會這樣說 OK 那是不是他特定的錯 還是他今次唯一的錯 我們很難斷定的 所以不會在那裡加being OK 好啦 put a value put a value OK OK 是不是off的呢 將一些東西定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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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你去一些店鋪買東西 就已經有價錢 不過呢 現在很流行就是 網購啊 或者是呢 就是將自己不要的東西都賣出去的嘛 那麼呢 你就會 譬如你放一樣東西上網去賣 你自己會定價的 你會put a value 是off還是on 那我告訴你 是嗎 OK 是on的 OK 即是說呢 那個博物館呢 其實沒有平到那三個花瓶多少錢 OK 那 但是呢 大家估計呢 這個價值呢 都很貴的了 OK run into million of pounds OK Million呢 應該不會就這樣出現的 你在前面加 a million 或者one million 對不對 OK 但是這個呢 好像改了它的意思 是不是 OK 如果你在前面加個 a million 或者one million OK 那個意思呢 就是定了價 就是一百萬磅 是嗎 就是一百萬磅 那這裡的意思似乎 是 今次的意外呢 可能是數百萬磅 是嗎 即是沒有一個定價的 對不對 那我們呢 就會在這裡加一個s 是嗎 就說的是數過million 這樣意思 OK 好了 跟著 主動被動 看看你認不認識 OK 那博物館呢 也沒有說到 就是這三個花瓶呢 是不是買了 insure insure 這個字呢 其實是由這個 英文來的 OK insurance 是嗎 insurance 他的動詞就是insure insure insure 那聲音呢 說一下說一下 所以就變成insure OK 好了 那個物件不會自己去買保險給自己的 對不對 那個花瓶來的 所以是說 博物館有沒有跟他買保險 所以是一個被動句 所以是一個被動句 OK 好了 那個受害人呢 他不是受害人 他是主謀 OK 因為那個人跌低 然後撞爛了那些花瓶 是嗎 OK 那他要不要賠 賠 怎麼會是buy for the damage 是嗎 應該是pay for the damage OK 好了 這個 究竟是最幸運的意外 還是最不幸的意外 對了 這個究竟是最幸運的意外 還是最不幸的意外 當然是不幸 是嗎 那些花瓶爛爛了 是嗎 所以是 It's the most unfortunate OK 好了 有很多同學都會奇怪的 OK 為何不是the OK 為何不是the OK 有多少人改了the 很多個 是的 OK 很多時候呢 我們只是從grammar的角度去做這些proof reading 你第一時間就是改了這件事 但是 你要想深一層 其實 這句話其實是想說什麼呢 這個A呢 其實是否在說unfortune 還是fortune 這個呢 這個呢 其實整句 蛤 是的 其實他是想說這件是一件 極之不幸 極之 regretable 可以怎樣譯呢 慚愧 後悔 不可以後悔 覺得軟識 對 令人軟識 的一件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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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是an accident an accident 而這堆東西呢 就是一個形容詞 形容著這個accident 所以我們不是在說 這個是最不幸的意外 OK So the most unfortunate accident 就不太對 不太對 因為我們如果變成 the most unfortunate accident 就是這個意外 比起其他任何的意外 他是最不幸的 OK 但是又沒有人傷 又那個人都沒有 沒有說他受傷 還是怎樣 OK 只是爛了幾個清朝花瓶 算吧 OK 英國呢 如果你有去過大英博物館 那裡的中國的文物 真是多到七彩 爛了幾個花瓶算 OK 那麼呢 嗯 跟著了 OK We But we are glad that the visitors involved was able to leave 這個呢 我想很多同學都答到的 was able to OK Director of 一個東西的 OK 逢親那個機構的總裁 或者CEO 不是buy的 是off的 OK 好了 他說花瓶呢 是很細快 很碎 爛得很碎 那應該欠了一個什麼呢 欠了一個 in very very small pieces OK 而最後呢 又多了一個戒詞 應該是put back together 就不用put back towards together towards有一個向一個方向的意思 是不是 那你不是說把碎片向回一起 是嗎 不需要這樣去 不需要這樣去形容 是嗎 只是需要說把碎片呢 就粘在一起 那就已經可以了 OK 好了 那這個呢 就是第一個的proof reading OK 希望呢 你都可以適合到起碼一半以上 OK 好了 那下一個星期呢 我們會看看這一篇的 OK 這個呢 是講呢 第一代的超人 OK 不知道你認不認識它 第一代的超人 那麼呢 他呢 他呢 是被發現 不知道他是不是自殺 還是被人殺 總之呢 就是在一間 在酒店房那裏 就看到他 就是 找到他就是死了 有支槍在那裏 這樣 的一件事來的 OK 好了 然後呢 我們回到今天grammar的課題 就是第三課 OK 第三十八頁 OK 第三十八頁 第三十八頁 好 好了 那我們呢 今天講幾件事 名詞 然後呢 article article 很簡單的東西 說就很簡單 因為只有三個而已 是吧 OK 但是呢 用起來呢 就很不簡單 是吧 其實是因為呢 我們用來用去都 好像用得不太好 OK 這個呢 我們等一下又研究一下 怎樣呢 可以呢 就是 可以用得好一點 最後呢 有些東西給大家背 今天 就是什麼叫word formation呢 我們會看一下一些 字頭 和一些 字尾 OK 英文呢 叫做prefix 和suffix OK 字頭和字尾 我自己的兩班方式 我們 這個星期呢 看了2017年的part B2 正正是有一題 是考你的字頭的 OK 就叫做pro child OK pro child 什麼叫pro啊 不是professional的意思 原來是解支持 那樣東西 你支持那樣東西 就是pro那樣東西 OK 所以呢 等一下我們也要學一下 就是 有些什麼常見的 字頭字尾 其實你要懂的 OK 好了 先說明詞 其實 我想這個不用特意去解釋的 OK 總之你見到 你身邊 現在你 你看到的東西 全部都是物件 是物件 就自然是一個名詞 是嗎 OK 但是英文呢 我們再把它分清楚一點 OK 中文其實都有的 有一些叫做 abstract nouns 是嗎 有一些叫abstract nouns 中文呢 叫做抽象詞 OK 是一些概念來的 是嗎 是一些concept來的 OK 例如呢 就好像這裏的例子 love freedom OK 這些字眼 OK 他們呢 是看不到的 是嗎 所以就是抽象 因為呢 they are invisible OK 但是代不代表所有 看不到的東西 都是數不到的 我們今天呢 主要都要講一下這件事 就是 什麼叫做得到 什麼叫做不到 對 看不到的東西 一定是數不到的 是不是 又不是的 看到同學令頭 OK 有些看不到的東西 但我們又可以 可以數得到的 又可以給他一個重數 是不是 真的很奇怪 好了 接著呢 還有一些專有名詞 所謂的proper nouns 另外一個都幾難搞的呢 有幾個名字 這裏呢 我們叫做group nouns 或者呢 有些grammar書 你以前學會叫做一個collective nouns OK 中文呢 叫做集體名詞 OK 中文叫做集體名詞 OK 好了 那這些詞呢 就算不加s呢 我應該是用is 還是用呀 的呢 兩個都可以 兩個都可以 情況一不一樣 沒錯 對 OK 看看你說的究竟是家庭成員 還是以一個家庭為一個基礎呢 OK 原來是這樣的 好了 其餘的東西 我們都是叫做common answer 就是一些普通的名詞 OK 好了 第一版這裡 三十八版這裡 我想左手邊的東西 可以數的東西 我們不多說了 簡單的就是 總之 可以數的意思 可以數的意思 就是我們可以給一個眾數詞給他 OK 我們可以給一個眾數詞給他 OK 那麼 難搞些的是 右手邊的東西 OK 什麼叫做不可以數 什麼叫做不可以數 那麼 我經常都是這樣教同學的 但是這個真是一個很general OK 很 一般情況 我們會是這樣想 好像剛才這樣說 就是 我看不到的東西 是不是一定數不到呢 都不是 對不對 所以 這個不是百發百種的 九成準的意思 OK 這裡 你小時候 小學 初中 其實老師教你 什麼叫做不可以數呢 他就 給了很多種類給你的 是不是 又說什麼 液體 什麼氣體 記不記得 OK 還有就是 食物都數不到的應該 OK 還有剛才說的那些 那些抽象詞 數不到的 OK 那 我嘗試把他們 簡單一點 OK 每一次我都是這樣說的 其實為什麼這堆東西 數不到呢 為什麼這堆東西數不到呢 就是 我不是很知道 什麼叫做一個 OK 我在這裡寫下了 我們給不到一個單位給他 OK 我們給不到一個單位給他 OK 我們給不到一個單位給他 什麼叫做一個 Crystal OK 或者什麼叫做一個木呢 是整棵樹那麼大才叫做一個木 一棵樹你大概知道是什麼樣子 是不是 如果我講一個Tree 大概你知道是什麼樣子 但是如果我講到木 如果我講木呢 我想那塊東西跟你想那塊東西 是不是一樣的呢 你猜 重量 對 重量 重量 但是 我想那塊可能是一個 整張圓木的桌 那是不是叫做一個木呢 那是不是叫做一個木呢 你猜想可能是 那些孫之家師譜 有很多時候會賣一塊 就這樣鋸出來一個圓的木 就是當一個小椅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見過 我很久很久以前 有想著買的 不過 想想想也算 OK 那 那 是不是那塊叫做一個木呢 從親其實這些字眼 你都會發現 就是 大家對 那個 一塊的單位 其實沒有一個定義 是不是 譬如Water 就是 是不是 那究竟是 一個 一個杯 才叫做一個Water 還是 整個瓶 才叫做一個Water 其實 這些字 全部你會發現 都是這樣的 是不是 就是你在想的那個溫 和我在想的那個溫 是不同的 OK 這樣的話 這些就叫做Uncountable OK Because we cannot define the amount OK 我們不可以去定到一個定案 OK 所以 這裡有一堆的字 其實都很特別 就是很多同學都以為數得到 但是其實他們數不到 OK 就是我剛才說的那個道理 OK OK 包括是什麼呢 包括是 同學作文的時候 都很常見到同學用的 一個字就是Research OK 也是 17年的時候 I mean 昨天 昨天我們做17年的Part B2 呢 也都見到就是文章 用Research這一個字 OK 研究究究竟是 你見那些什麼中大 港大的那些調查 問卷調查呢 其實你知不知道 問多少個人 最細scale 可以問多少個人 就已經可以當是一個全港性調查 你知道嗎 20個呢 20個那麼少 那真的少得差 OK Around 1000 其實他們Around 1000 已經可以當是一個全港性調查 OK 所以你做一個Research的規模大小 其實也是定不了 OK 好了 那你說行李為什麼會不是呢 OK 行李為什麼不可以Lugages 我想我們很久沒有去過機場 是吧 OK 對上一次你去到機場 你看到那個 通常 那個 拿回的行李那個行李輸送帶 不是用Lugage 用Backage Reclaim 是吧 用Backage這個字 但是兩個字都是一樣的 都是行李 OK 那為什麼 為什麼 沒有S 你說今次我想到了吧 大概都有一個想法 是吧 不過你想真點 對上一次你去完旅行回來 你對著那條運輸帶 你見到一些 除了一個一個行李 你還見到什麼 有沒有看到紙箱 有些人可能買一些水果回來 是一箱箱的 OK 有沒有見過再誇張一些 可能是買一些大塊的公仔 也是一件行李 甚至是你去印度旅行 OK 最出名的就是買一張什麼 那些地毯 是吧 地毯很漂亮的 那些 整張地毯你空運回來 又是一個行李 所以這一堆字 其實我們都 又是 跟我們剛才說的概念一樣的 OK 其實它沒有一個所謂 一個的定論 的單位 OK 所以留意我們常用的字 還有Information Equipment Furniture Cutlery Cutlery是什麼 這是什麼 刀叉筷子 刀叉筷子 瓷羹 那又是 那麼究竟一個叉才是一個 Cutlery 還是一把刀才是一個Cutlery 還是一把刀才是一個Cutlery 又是沒有定案 OK 所以這堆瓷 你看到 其實他們都 不多不少是一些 所謂集體名詞 OK 不多不少都是一些 集體名詞 就是他們包含了很多 不同的種類的東西 在裡面 Furniture為例 你坐的那張椅子 是Furniture 你用的那張桌子 是Furniture 那我用的那張 大過你的那張 很多 都是Furniture 是不是 那什麼叫做一個Furniture 也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什麼叫做一張桌子 好有趣 我知道什麼叫做Table OK 就是因為大概 我有個樣子 可以想一下 一張桌子 Table大概是這樣 Ten Tables 大概有十張桌子 Chairs 都是 我一說Chairs 每個人大概都有一個想法 就是一張 有椅子 有iPen的東西 所以他又可以數 鬼佬的concept就是這樣 OK 行不行 沒有concept 就是沒有concept 就是很牽強 是吧 但是呢 怎樣都是有例外的 我經常都是用這個例子的 我們還沒說完 OK 就是 不是所有想不到的東西 不是看不到的東西 又或者是這些 都是沒有s的 例如 例如 這個字有沒有s的 沒有s的 是啊 當然有啦 這個 對了 OK 我給你一個意見 I'll give you a suggestion a suggestion Alright I'll give you two suggestions 行不行 可以 可以 但是這個呢 是 我要加個量詞給他 A piece of advice 是不是 你有沒有聽過人說advices 沒有啊 是不是 OK 所以 永世都有例外 OK 這個所謂 我在想是不是一個東西 有沒有一個單位 這件事 剛才一開始已經說了 不是百法百中的 rule 有東西是有例外的 OK 例如呢 我今天 寫email的時候 手快快 因為今天呢 在學校呢 要準備出試卷 因為我日校12月就是考試 然後呢 我就這樣打 preparations for term one exam 這樣 email沒有間我 我手快快打了s ok 這樣呢 但是 preparations 一些準備 是 有沒有s的呢 是有沒有s的呢 我也是看不到的東西 我叫同事 你要準備上學期考試 你有什麼要準備 是有很多件事要準備的 除了出卷 還要填form 還要開會 是有幾件事的 但是我可不可以加s的呢 其實是不行的 ok 其實是不行的 因為呢 又是那件事 就是我看不到的 還有 剛才說的那些準備 其實沒有一個定案單位 是吧 你開會開幾個小時 自己出卷 可能出半個小時 是吧 ok 但是呢 原來有preparations 我真的去查一下字典 原來呢 譬如你執藥 或者你執一些東西 去做實驗 這樣呢 你就會執幾樣不同的物料 或者你執藥 就會執不同的幾樣執藥 那些就是你的preparations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你學一隻字 真的有很多層次的 ok 不要只用一個中文解釋 如果不是呢 你很容易會用錯字的 ok 好了 那跟著呢 下面這裡 這個呢 小學學到現在的了 我不再重複很多東西了 簡單來說就是 數不到的東西 我們要給量詞給他 是吧 那你以前學過的 一杯水 a cup of water a slice of bread 一片麵包 是吧 ok 那些呢 記住呢 這裡也有些提醒你的 ok 那你 背一背吧 如果從來沒有背過 就背一背 ok 好了 下一個是怎樣介紹的 誰啊 a kilogram of tomato 是那裡想說的 最多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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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kilo of tomatoes kilo是kilogram 意思是 如果單獨tomato 就不能用手 什麼意思 單獨tomato 哦 不是啊 不是啊 可以數的東西 都可以有量詞 這樣解釋 ok 譬如你去買菜 這樣 tomato是數得到的 ok 但是你都要說我要幾重 ok 除了你可以說我要幾個 你都可以用重量 所以呢 數得到的東西 都可以有量詞 ok 好了 跟著 好 我們繼續都是看數不到的東西 數不到的東西 是煩一點的 ok 下一版 uncountable的東西是怎樣的呢 uncountable的東西 永遠都是singular verbs ok 永遠都是singular verbs 所以記得記得 要有個s的 用現在式的時候 ok 用現在式的時候 要有個s的 ok 千萬不要漏了這個 ok 好了 跟著 好了 到不同的量詞 ok 到不同的量詞 數不到的東西 數不到的東西 我們可以 剛才說的那些什麼ap off 什麼off 那些很準確 告訴你我要一杯水 是嗎 但是你在餐廳 例如你去到一間 香港有些餐廳是真的要用英文的 有沒有去過 有的 未能消費 未能消費 不會 ok 接下來聖誕節 可以去 留意一下中環的那些 餐廳 帶帶一些 朋友 現在可以六個人一起吃飯 是嗎 不過叫他走的時候 要分開走 ok 那 譬如你說 你去到一間餐廳 你會說 我想要點水 是嗎 你喝光了 去倒水 那你不會再用 a cup of water 是嗎 那你說 你會用some water 是嗎 ok I want some more water 是嗎 那這些量詞 其實呢 大家就要留意了 用在 用在數不到的東西 其實 我們只可以用much 如果說很多 但是呢 實在太多同學說 我有很多功課做 I got so many homework 對不對 當然不對 當然不對 每個人都說很多功課 I got so many homework 那就錯了 ok so much homework so much homework ok 因為homework 是數不到的 ok 所以呢 其實待會也會教大家 就是 其實不如不要用much 和many 對 ok 有些呢 百搭的詞 其實好用 你想說很多 的時候 ok 其實呢 不用一定用much 和many ok ple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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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爆疊的 ok 所以呢 我們去到這個位置 ok 好 便是這個位置 有三组的量词 第一组 这里 这些是用在可以数的东西 包括就是many 刚才我们说的 这些都是说 这里有多有少 我们逐个说 a couple of 是几个的意思 couple是一对 couple of 就是有少少 several 就是中文的几个意思 there are several people 即是有几个人 这个我们要特别教一下 这个要打升升 这个解析很少 对不对 你以前学的时候 老师是怎样解说这两个字眼的呢 对 譬如说 对 notes 这样 OK 譬如我这里还剩下 少量的notes OK 还剩下少量的notes 那我应该用a feel 还是feel呢 feel feel 即是some feel 即是panding anding yes OK 那即是 那即是 有少许 feel feel 那这个是足不足够的 足不足够给大家的 譬如我还剩下少许的 但其实现在个个都有了 是不是 这个是不是 这个是不是 虽然是少了 但是我这个备用的份量是足够的 是不是 因为个个都有了 但是不是 好像上一堂那样 OK 我可能只有一份 但是有很多个新同学 走来就说 我没有notes 我没有notes OK 那我们呢 就是 够不够notes 我们就不够了 OK 那我就会说 we only got fewnotes left OK So I cannot give it to everyone to everyone OK 这个就是 原来加不加个a字呢 以前呢 我自己小学的时候 学的老师都是说 加了个a就多一点点 a都没有了 就很少很少 其实 我后来发现的concept 其实应该不是这样的 可能afeel和feel 可能都是 可能都是只有两本 OK 但是只不过是 你想表达的方法 就是说 这两本 虽然只有两本 但是都够了 OK 因为同学已经有了 OK 但是如果下面那个 就是说 我真的只有两本 但是有四个人要分 那就分不均了 OK 这样呢 就是feelnotes OK 那我们在这个 其实解释了 就是 little 都是这样用的 OK little 就是有a和没有a 的concept 都是一样的 OK little water和a little water OK 剩下一点水 喝一口 都好 OK 剩下 那些水 直接解汗都解汗不了 little water 就没有a OK 好了 跟着 这个是挺好用的 我们转个颜色 先读一下 a什么number of OK a什么number of OK 就这样a number of 其实就等于一声 OK 就这样a number of 就等于一声 如果你加多些形容词上去 例如a good number of 那就是怎样 由some 就变成怎样 many OK a great number of 很多 OK 所以a number of 其实有几个层面的用法 我觉得这个挺好用的 所以大家不妨用多些 OK 到了中间这个部分 到中间这个部分 用绿色笔 OK 这里是说 你怎样去加一些数不到的词 给一些量词 给他 OK 给一些量词 给他 那刚才我们说了有much little 这些字 那 除了用much 去说很多 还可以用什么 OK 这个也挺好的 或者你不想用 很多人觉得 deal这个字 好像很informal a good deal of something OK 好像 如果我写一个议论文 好像 a good deal of that 好像 不太 不太 formal 你可以用 后面那个 a large amount of 或者a large quantity of 这个就比较少 这些同学生用的 OK 这个是数量的意思 OK 看看你想说 大量 还是 小量 OK 你想说大量 还是 小量 那就视乎 这个就用small 还是large OK 好了 这一堆都是用在 不可数的东西 但是最后呢 我也是建议你呢 就是这两组东西 你都不要用 用什么最好呢 用这个最好 OK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不用烦 没错了 不用用错 不用 写完之后 要想一下 我用many 还是用much 更适合的呢 阿sir好像说 research 好像没有s的 那我又要改 还是怎样呢 不要烦了 OK 总之你说很多 那就a lot of OK 那你说 作文呢 作文呢 几段东西 我要用几次好多的哦 那你可以不用a 用loss of 都可以的嘛 那就有变化了 对不对 OK 好了 如果呢 如果呢 不是很多的 OK 不是很多 很少的 那我呢 可能会用 hardly any OK hardly any 就是 近乎没有 这个 就是很少很少 那你就取代了little 和feel OK 你就取代了little 和feel OK 这个就是 记住了 行不行 多点用呢 第三组 绿色笔圈住那组 OK 多点用那组 少点用上面那两组 那就不会那么容易错了 OK 好了 跟着 仍然都是右手边的那堆东西 OK 讲到呢 一样东西叫compound rounds OK 什么叫做一个组合式的名词呢 名词是不是只是得 形容词加名词 这样的组合的呢 其实不是的 你想一下只是 巴士司机 是不是已经是名词加名词 bus driver 是不是已经是名词加名词 OK 这里想说什么呢 就是 大部分情况 大部分情况 如果我们要加 很多个的 比如这个茶飞员 香港已经没有了这个工作了 我可以告诉你 在英国 在欧洲 OK 仍然是有大量的 茶飞员 但是呢 但是呢 其实已经是 差不多所有的火车站 或者地铁站 都有那些 雜机 OK 但是因为他们要保持着那些老员工 所以都 都继续给这份工去做 OK Ticket inspectors OK 我们多数会放 S 在后面 OK 那有没有情况在这里会加S的呢 OK 有没有情况在这里会加S的呢 有的 OK 哈 听不到 sorry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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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份工就应该不会是Ticket inspector的 OK 那 比如 OK Sportsman 或者是Sportsperson OK 这样呢 我们会在这里都加S的 OK 因为呢 是讲不同种类的运动 OK 因为讲不同种类的运动 OK 所以都要留意呢 就是 有些字呢 理论上 两个名词拼合 中间的 就是前面那个 就应该不用S的 OK 是的 因为当了它是一个adjective OK 当了它是一个形容词 就是 茶飞月 OK 那么 运动员也是 Sportsman OK 就是他玩运动的 OK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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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也有出现S 就是代表 他这一样东西 很多样性 OK 他这一样东西 很多样性 OK 就不是说有很多那个人 OK 所以这个要小心 Sportsman 一个字两个字 一个字 一个字 我分开了 sorry 代表你现在是Sportsman MEN 对了 因为 多过一个 OK 所以 你仍然可以有多过一个人的 OK 那你就将它变成了中数的MEN OK 好了 接着 另外 如果是 名词 后面加个副词 OK 其实很少这样的Case 而已 我们多数就是用这个例子的了 OK 什么叫Runner Up 对了 我们讲这个冠亚贵军 OK 其实我们常常都有少少误解的 OK 其实冠军呢 是他 是吧 OK Champion OK 那亚军呢 其实呢 叫做First Runner Up 所以呢 不要觉得First 就是冠军 OK Runner Up 其实就是跟着 冠军 是吧 所以第一个跟着冠军 那个叫做亚军 是吧 OK 贵军呢 就是Second Runner Up 所以呢 亚军和贵军 加上呢 就叫做Runner's Up OK 就是 不要分 第二 第三名了 OK 总之叫所有 其他亚军 贵军的那些呢 接着 还有 你可能会数 第四名 那些的嘛 是吧 总之呢 叫他们出来拍照 All Runners Up Please come to the stage 是吧 OK 这样呢 你便会用这个情况 OK 所以呢 其实呢 都可以有s的 OK 最后最后呢 就是 有一些字呢 两个字拼在一起 变成了一个新词 例如是 Breakthrough OK 例如是 Breakthrough 一个突破 OK 譬如呢 如果我们有 Covid-19的 Vaccine 就真的是一个 Breakthrough 是吧 OK 不过呢 好像 好像现在 你都不敢去打 好像世界各地 试着那些 很大 很大 OK 好了 那么 可能 Breakthrough 可能有一个突破 不止一个 是吧 可能呢 我们有很多方面的突破 OK 好了 OK OK 后面那一半 我们呢 看看左手边呢 第三点 OK 说到刚才那些 集体名词啦 OK 就是 什么Family呀 什么呀 那些呢 那 其实常用的字呢 都挺多的 就是这一堆 OK 那其实它们有个特点的 就是 你看到这些字呢 你想 里面呢 都肯定多过什么呀 多过 一个人的 对不对 OK 那 譬如你看看它的例子 OK 你看看它的例子 Jury是陪审团 OK 那么你没有听过一个人的陪审团 对不对 OK 对了 那么 起码都说六个的 我没有记错 对吧 OK 那么 要单数 还是要单数 是吗 五个人 OK 真的不知道 对了 OK 好了 那么 那 看看这两句的分别 OK 刚才我们一开始 同学都有说的就是说 看过 上文下理 看情况 究竟什么时候用is 什么时候用阿 OK 你看看 它这两句东西 用is和用阿的分别 The jury is ready 第一句 The jury is ready to give the verdict OK 那么其实 如果严重的案件 就不是法官自己判的 是吧 就要有陪审团的 不是所有案件都需要陪审团的 OK 譬如你 冲红绿灯 原来不戴安全带都要上庭 知道吗 对了 不戴安全带是没有订压罚款的 对了 除了车车 除了小巴 就是订压罚多少钱 三千多万 多少钱 一般私家车或者的士 不戴安全带是没有订压罚款的 那就是要上庭的 那些就不用Jewelry了 那有Jewelry就是一些比较大的案件 OK 他们准备好 他们投票了之后 有一个裁决 有一个verdict 这个是否代表陪审团是一个整体 是整个陪审团 他们作出了一个裁决 所以这里我们说Jewelry是一个unit 是一个整体 但是这一句就是 如果未审完的案 OK 如果未审完的案 他们呢 如果你收到法庭的信 你未来几年 做了大学生之后 你就有可能会收到法庭的信 不是告你 是邀请你什么 邀请你做Jewelry 做Jewelry Member 这样 你可以大条道理跟你老闆说 放我几个礼拜假 如果是大件事 你真是 你不可以逃走的 OK 所以呢 这里说的是所有的members of the jury OK 都要留在那个park hotel OK 因为不可以逃走 因为未审完 OK 这个就是他们individual members 所以就会是啊 所以刚才一开始讲一下 Is和阿都得是对的 但是原来他表达的东西 是不同的 OK so if you say the family is OK the family is 就是以family为一个整体 OK 如果你说the family 阿 就是以家庭的成员 来做一个单位 OK 好了 接着 还有一些字 就是他们本身都会 会有S的 刚才呢 我们说过staff这个字 这个字 类似的字 还有people police 这些呢 基本上都是众数 OK 另外就是 最容易记住 就是那条 褲 褲 或者眼镜 是吧 以前小学已经学过了 因为有两样 是吧 所以是glasses 所以是trouses 是吧 所以 其实这个很容易记的 总之你逢说的 那样东西是一 一坨一坨的出现的 OK 都会有S的 OK 好了 接着 没有了 这些是练习来的 那我们跳到去 这个是第42版 我看了 我想A和N 没什么很特别的东西 总之你要记住 就是 逢亲一个单一的东西 OK 那你记得要加上A OK 这个呢 真的要特别逼自己用 因为中文没有 OK 中文没有这个所谓 一个贯词 OK 所以呢 你写东西的时候 要不断提醒自己 就是 要不要加an 要不要加an OK 好了 但这里想说的呢 反而是这个one字 OK one可以有s的吗 这么有趣的 那就是一个 就是很多个一 很多个一 是不是这样呢 OK 其实是这样的 OK 如果就这样说one 其实我们可以解作someone OK 我们可以解作someone OK 如果我们想说有些人 OK 如果我们想说有些人 其实我们可以用once OK 我们可以用once 这个字 OK 所以如果在你自己的作文 说有些人会觉得这样 OK 你可以说 once 未 think that OK 都等同于就是some people 未 think that OK 都等同于就是some people 未 think that OK OK 好了 另外可以用的用法 OK 就是在下面这里 我们 我们 讲了一些重数 OK 我们讲了一些重数 在这里 我们可以用one 去取代 这一样东西 不用经常用ins OK i like this one or i like that one OK 这个也是常用的 好 接着 好了 这一版 没有什么特别 降低的东西 OK 整一版都是讲the OK 整一版都是讲the 对的 OK 那么 其实 你以前学习的东西 全部都对的 你要记住 OK the 其实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情况 我们是要用的 OK 所以由你小学开始学的时候 就是说 老师说the 就是指定那个人 对不对 首先是 A man 你第一句是A man 然后再讲那个man 就是the man 是吧 这个是对的 OK 然后你再学 大一点的时候 你再学多一点 就是说 有些地方名字 要加the 是吧 OK 譬如香港不用加the 是吧 香港不用加the OK 但是 菲律宾 要不要加the 要的 是吧 OK the Philippines 是吧 OK 这些就是 再大一点的时候 初中的时候 老师在教的东西 OK 然后呢 譬如说 乐器 这里都有的 OK 譬如说 乐器 OK 那又要不要加the 又要的 是吧 所以 其实你以前学的东西 不是因为我学了一项新的关于the 其实以前不是 the 的课题是每一年老师不断地加资料给你 OK 所以就整了整把东西在这里 OK 这个呢 大家就要 我想其实用 练习来提醒自己 好过就是mike这些rules OK 这些rules 其实我自己也不会是很特别去看的 OK 但是反而呢 就是 你看多些报纸 做一些练习 那呢 你就会明白多些就是 什么情况会加对 OK 因为呢 呃 呃 其实外国人都不能告诉你 什么时候用对 什么时候不用对 什么时候不用对 他都是习惯的 是的 因为呢 我很记得 很多年前 因为我还是学生的时候呢 那么呢 呃 呃 然后呢 我就会问他 为什么不要对 然后他只是说 It sounds better 哈哈 OK It sounds better It sounds right OK 他只是这么说的 OK 所以呢 所以那版的rules 其实都是in general OK 实际 但是用下去 究竟哪一个位置有的 哪一个位置没有的呢 其实呢 都是靠你呢 不断去看多些别人写的东西 才会明白的 好了 对啊 都会有影响 对啊 对啊 好了 最后 今天最后讲的东西了 OK 刚好时间了 那么呢 这个去到第46版 OK 这个去到第46版 好了 字头字尾 OK 字头呢 主要呢 我们是会将个字的意思呢 是加多了些东西的 OK 字头的用法 OK 字头的用法 主要呢 我们是会将个字的意思 去作出一些改变 OK 而字尾 OK 去到右手边 去到右手边这一道 OK 而字尾的用法呢 多数呢 我们就是将它的词性 OK 多数我们将它的词性 做出一个转变 OK 所以呢 我教育读理解的时候呢 我不是经常教大家呢 就是说 喂 你圈了些名词出来啦 你圈了些形容词出来啦 你不懂那句字 我鬼知道它是形容词呀 你真的知道的 就是看什么呀 就是看字尾啦 OK 其实就是字头字尾呢 就是给你呢 去这样明白到那句字呢 其实 它的part of speech是什么呀 OK 那我们先看一下左手边啦 OK 字头 OK 红色那些字呢 就是个字头啦 跟着这个呢 就是它的意思来的 OK 那第一个anti呢 就是反抗的意思啦 OK 那又或者是有反 总之是对抗它的意思啦 所以呢 譬如反恐呢 就是anti-terrorism OK 美式英文呢 不是读anti的 怎么读的呀 anti-yes OK 所以要留心一下 你看一些荷里活的戏呢 OK 譬如呢 说反恐呢 有一套剧呢 很多年前的 不过一直都很红的 叫24 有没有看过 24 每一季就是24站 因为呢 就是由第1个钟 一直到第24个钟 就是那个特务呢 一天呢 如何击破了 那个恐怖分子啦 OK 那他一路都是说anti-terrorist OK 好了 接着呢 有二啦 两个就是拜啦 OK 那三个就是try啦 OK 那么呢 有四个 不过我也不知道啦 OK 好了 接着呢 呃 co呢 有一个合作的意思的 OK 所以呢 co-operate co-operate 就是合作嘛 是吧 其实就是co字头的 那么 x呢 就是之前的意思啦 OK 好 接着呢 为什么international 为什么这个字是国际呢 其实这个字呢 我们反而是应该倒转呢 就是很多同学是不知道呢 那我就这么说national是什么意思 是国家的东西啦 是国家的形容词啦 OK international是国际的 所以national就是国家的 OK 好了 接着我们跳一点点 刚才我们说了二和三啦 那只有一个是什么啦 这个呢 二零一三年的兵马俑那篇文呢 就一提呢 就是问这个字啦 OK 就是 他就是问你这个字嘛 单颜色 他用chrome这个字的 他就是要你找到这个字 他的问题就是说 你要找一个字解好 没有颜色的 那么呢 你在文章就找到这个字 monochrome OK 所以是考的 OK 好了 接着multi就倒转啦 OK 那么multi的东西就是很多啦 好了 这些都懂啦 OK 我们说到post OK post 是后面的东西 OK 最最记得的字呢 就是后现代 是吗 OK 其实没人知道这个 这个东西是什么来的 对啦 OK 简单来说呢 其实呢 我们活在这个时期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modern age啦 对不对 OK 你想想在清朝的时候 的人都会觉得自己是最modern的 那modern这个字究竟是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叫modern呢 对啦 没有人读历史啊 对啦 OK modern这个字呢 原来 古人呢 真的没有觉得自己是modern的 这个字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这个字大概是工业革命的时候出现的 OK 所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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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打完仗之后呢 就是打完世界大战之后呢 那些思想家开始就说 现代这个concept已经用了很久了 所以我们应该不再是现代人 我们应该叫做后现代人 对啦 所以现在大家呢 是在这个后现代的主意 就是因为我们已经过了modern age so we are in postmodern age 是不是很难搞呢 这件事 好啦 接着回来 OK 在之前的东西就是pre 在之前的东西就是pre 所以史前的动物 譬如说恐龙 就是prehistoric 刚才我们说了pro这个字 就是之前 这个字和专业是没有关系的 是说之前 OK 之前 好 Semi就是一半 这些都会了 这些都会了 OK 接着下来的那一组呢 就是相反前 OK 但是 很多同学都会问的就是 究竟什么时候用un 最多就是用un的 最多就是用un的 接着就会用in 接着又会用dis 或者non 那我鬼知道什么时候用哪个 有没有人答到这个问题 答到我 没有掌 没有掌问答又是 死记 对 死记 没错 我也是死记 对了 其实没有一本grammar书有说过 用这几个字是有分 什么寸法的时候 用什么 相反的字头 我好像没有见过一本grammar书有解释过的 OK 多数都是就这样 就是说 总之有这几个 那你背得多少 我背多少 对了 好了 接着 我们很快看看右手边这几个group OK 这里不用特别多说的 只是说回他们的标题 由名词转做动词 由名词转做动词 OK 组成为名词 我们常见的 比如就是 ce尾 都有出现什么唇 都有出现 ce尾的东西 但多了的 就会是 y字尾的东西 OK 还有就是 manus 比如happiness loneliness 这些 改的方法 OK 好了 这一组呢 反而我是想你倒转去学的 就是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懂得这些字 譬如 Ive美的东西 Expensive 这样 但是其实你不太知道他本身的名词是什么 OK 例如出名的名词 是的 我只会用famous 但是一个人的名气 一个人的名声 OK 我们可以说什么 他的fame OK 他的fame his fame OK 原来是用这个字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学这些字头字尾 你又可以倒转去认识多些字 哦 原来famous 是来自fame这个字的 哦 原来expensive 是来自 expense的字的 OK 这个就是 字尾 好了 最后 这个 OK 什么呀布 OK 什么呀布 这个是有少少意思的 OK 这个是有少少意思的 就是逢亲如果我们由一个动词 OK 变成了一个什么 able的形容词呢 其实它是解呢 有一个can的意思在里面 OK 所以呢 likeable 不是解中意的 OK like是中意的 likeable就是中意的 不是哦 其实它是解什么呀 一些东西很likeable 就是那样东西很什么呀 很受到你很喜欢的 就是很可爱啦 是不是 OK 那么 Defensible 一些东西是可以防御到的东西 OK OK 那么 有时候呢 考虑你懂不懂这个字 有时候呢 我们会连前面那个串法都会转的 例如这个 这个字是什么 atimal eatable 吃不吃得 yes 厉害哦 OK OK 那么 它来自eat这个字的 其实 OK 它来自吃东西这个字的 OK 但是呢 这些呢 我们直接会将它原本的串法都转了的 OK 就是这个 你看到那包东西刚刚够期 OK 刚刚说 昨天到了期 你会说 is it still edible 就是还能吃不吃得 这样 就是会用这些字 OK 好了 然后什么时候是用ABLE 什么时候是用IBLE呢 我又回答不了你 sorry sorry 我想没有一个英语老师答得到你 OK OK 都是那句 记吧 OK 好了 好了 今天小小的功课 OK OK